特首 你們猜 芒果 對 芒果 大自然中有什麼奧秘 高雄大愛幼兒園的團隊 帶著來研習的老師 邊看邊想 你們沒有這樣子的在地文化 可以是哪邊的食材 公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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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們有沒有 每天都在吃水果 水果有沒有種子 不只看還要思考一下 怎样讓小朋友更有感 這是個研習營 來自全台的160多位幼教老師 鬧力極大 你一直在反省說 當我們在選主題的時候 可能都必須要去 想像這個孩子 貼近孩子的生活 這樣子想孩子才能夠真正的 在上課裡面學習到東西 而我今天看到的 美麗大自然這個主題 就是這樣子的主題 生活中可以接觸到的生態 經過有系統的規劃 引起四五歲孩子的學習熱忱 而且慈濟人文 讓他們不只創作 更懂得感恩 尊重 愛 以前我們這樣少有這個概念 就說我想要了 就把它直接站下來了 可是今天我學習到 就是他有尊重大自然這一塊 如何去引領幼兒園老師 在孩子生活隨手可得 不但是引領孩子打開自己的感官 而是幼教老師也要先打開自己的感官 平時教孩子利用言行 也分享理念給老師們 要傳遞正能量 教育團隊 努力實踐 大家新聞 朱永 陳永鑫 蕭鴻樹 林義雄 高雄報導 你看看一看 我們 Passion 我想要 不是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